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消龙心高铁仪式,日本大使也为大马政府说好话 Sponsored Links 取消龙心高铁仪式,日本大使也为大马政府说好话 日本希望能在未来与我国合作建高铁。Social Film 社 吉隆坡4日马新社训,日本驻马大使公川珍喜熊博士说,他明白及尊重大马政府取消龙心高铁计划的决定。 他对马新社总部队记者说,日本愿意等待,一旦大马在未来重新考虑该计划时,就会给予支持。 他说,由于累积的债务如此庞大,我认为大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处于正轨,当大马做好准备时,我们将更高兴再次与大马合作。 早前,日本表明有一镜头龙心高铁计划。 公川珍喜熊说,届时日本提出的建议必定会考量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转移,并汇集大马和日本的工业界。 Sponsored Limps。相关新闻。 奥斯曼、柔州政府支持取消龙心高铁计划。 新山三日讯,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奥斯曼指出,柔州政府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取消龙心高铁计划 的决定。 他今日发文告说,中央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是准确的,因不向国家承担或导致债务增加的大型计划,同时也减少国债。 他认为,柔佛前周务大臣拿督斯里默哈默卡利诺丁,日前发文告指当这项计划决定展开时,是希望,改变游戏规则,将发展一道南马的说法,在现今经济形势下是不被接受的。 Sponsored Limps。 他说,龙心高铁预计要在2026年12月31日才竣工,即约8年后,且该计划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收益,更别说带来利润。 龙心高铁耗资1100亿令吉,不包括维修费,这项投资额很高。 但收益却较低。 他承诺,柔州政府将致力于打造更现代化,由较低廉的公共运输运输网络,以带动柔州中部及北部的发展,这项服务可供各界人士使用,且不会为国家财务造成负担。 另外,他抨击柔州早前在国阵州政府的带领下,先未能平衡及全面性发展柔州,导致一些地区有豪华发展,一些柔北地区则是被忽视,而柔南地区则称为投资房产游戏的受害者。 他强调,在柔州子民的信任和支持下,政府将会全面发展柔州,不会重复前州政府的错误。 前州务大臣把取消龙新高铁计划和我未能保护柔州及柔佛子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但我作为新任州务大臣,会以维护柔佛子民权益为优先。 Sponsored Links 他也提到,目前最重要是恢复及加强前朝政府所破坏的国家财务状况,确保人民不会受到高成本的生活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